你好 欢迎收看4月9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最受居民和各地游客喜欢的台东慢食节 今年度的第一个场次 首度宜兮海岸线 9号在成功镇的海滨公园盛大登场 一零两天 由四十组台东最潮的慢食店家端出各式海味料理 现场饶庆林也会民众周末时光一起到成功 从料理当中感受到太平洋的丰富滋味 深受民众喜爱的台东慢食节 今年第一场次在9日以及10日 一连两天在成功镇海滨公园盛大登场 而这也是慢食节开办以来 首度遗失到海岸线的乡镇举办 吸引了许多民众到来 而县长饶庆林也表示 透过先前活动的经验 这次为民众带来更多精选以及特色商家 希望民众可以好好感受属于台东的慢食文化 我们用13场的经验 然后汇聚在今天这一场成功 海边这么漂亮的场地 台东慢食节的理念就是要透过食材最单纯的烹煮 然后能够给各位最美味的食物 所以在这样整个精心下来的烹煮的过程 希望大家吃的时候慢慢吃 搭配着这没有PM2.5的空气 以及湛蓝的海水 慢慢的享受这没有塑化剂的一天 而地主成功镇长也欢迎这两天 来自各地的好朋友们 可以来到成功品尝美食 了解成功的在地人文特色 此次台东慢食节的主题为 很潮餐桌 聚焦在台东海岸饮食文化 运用东海岸的在地食材 如碗如西亚城 白玉蝸牛 以及在当地献补的当令鱼鲜 做成许多美味可口的料理 而错过今天活动的民众 可要把握明日最后的机会 前往成功镇 品尝精选的四十间摊商 所带来的美味料理 记得陈静玲成功镇报导